好了,66的这一页啊,在上的全部都是,几乎都是你生病的症状,你的症状 那这个应该是你们的第几个单字?18,好,下一个叫做fever 这个字哦,你要搭配的动词1,它发高烧有没有,叫have,get,或者是让 然后记得哦,通常因为它是高烧的话,你要加个a high fever 可以加个a,然后再加个high,high就是说度高低的这个high 所以have a high fever,就是发高烧,这是第18个单词,它是名词 等一下会伤到high这个字啦 have,get,wrought a high fever 好,再来下一个单词,叫做coff 这个是很特别的嘛,句话语本来是不发音,不过在这里它发的是 那欧语发的是那个道士,那个一半的那个半语 哦,所以加在一起呢,念coff,那一样写个e 这一课的病啦,几乎都是用have这个字 二语很严重的嘛,你的咳,咳到已经快没气了,那就加个a 可是用的是bad 呃,bad cough,就是你咳到肺块挂了那种感觉 就是第19个单词啰 然后coff这个字呢,本身写个2,它也是动词 所以呢,你可以加1d,可以加ng,刚刚是名词,所以have a call 那它也是动词,所以动词你可以直接加1d,也可以直接加ng,都ok 所以一名词,所以一名词,二动词 一名词,二动词,ok 好,再来下一个单字,下一个b,叫做sour throat 那要先知道的是sour这个字跟sour,记一下哦 sour呢,其实也是酸的,不过那个酸,是这一种酸,酸痛的酸 这一个,那柠檬的那种酸,是sour,是这个酸 对,那是sour,sour,不一样哦 所以sore呢,e形容词就是疼痛的,酸痛的也可以 那一样,2,have a...什么东西 所以这一页再上的都是那个感冒的症状啦 所以通常我们搭配的不是have,就是get,have a sore throat 好,eok啦 sour跟sour要分清楚哦 再来下一个呢,哦,对不起 再来下一个单字呢,叫做heightache 不过这个我们上次上的时候也是上到了 因为它是两个字结合在一起,第一个是head,第二个是ache 所以呢,你可以从中间画一个一半嘛 H-E-A-V,have,ache就是你的疼痛 所以加在一起呢,heightache就是你的头痛 那一样写个e,它的动词have或是get 所以你到目前为止,几乎have一次一定对的 那你如果头非常痛,这次我就不写了 叫have a bad headache 当然你还可以写另外一个叫terrible 就是你痛到已经可能头,觉得你的脑架快噴出来那种感觉 terrible也行,bad也行 放开了吗?放开了哦 好,再来最后一个,其实这些呢,都是因为这个病 叫做cold,那cold呢,其实本来是形容词 是冷的,那就是受风寒的啦 所以一,名字 可是要记住哦 它的那个,除了,先写一下名词哦,是感冒 二,形容词是冷的,不过要写个三 所以你感冒,叫catch a cold 你把一个很冷的东西给抓过来你身上了 所以叫catch a cold 然后过去是,就记得变成cold a cold 把c放到了,这样看起来比较像是一个字 好,三个,catch a cold 这页的最后一个单字,叫做hi 不过这个字又刚刚写过了,来一 hi的相反是啥? 漏,没错 那他呢,可不可以写to,可不可以等于to 不行,记得,我们通常呢,表示一 这个hi呢,通常是没有生命的 就没有办法再长高的那一种 第二种呢,是植物,就是你有机会再长到哦 有机会再长高的那一种用to 所以你多高,不会how high 多高,叫how tall 那你说大楼,怎么办? 我们讲是a high building,还是a tall building 为什么tall,因为它可以加盖啊 它可以再增加啊 所以你要知道的,他的相反,叫做low 可是要超的是一个 这是,这是算二号了 再来三,我们讲的那个价格的高低 记得哦,价格只有高低 价格没有贵跟便宜 所以你不能讲,这个价格很贵 没有,我们是at a high price at a low price 所以记得P-R-I-C,这个字是单价 价格的意思 它没有cheap或是expensive,这种形容词 没有,price只有high跟low 那记得它的接系是用at 譬如说它一百块,买了一台BMW的车子 有啊,这几天不是costco一直在推一台车 799吧,BMW的autobot BMW,可是是小朋友骑的那个摩托车 3999,对不起,3999 然后原价好像4000多块5000 小朋友的那个autobot BMW哦,爸爸买不起BMW 那就买一台autobot给小朋友骑 那台本来是价格是4000多 然后像好像特价3999 然后疯狂,很多人疯狂的抢购 它是真的可以骑的哦 真的是摩托车,而且真的是BMW出的 然后人家说哦,3999好便宜哦 就去到那边发现 因为它有点大 你的家的车,除非载的下去 不然你要再付运费700块 你再付700 那399再加700,其实跟原价差不多 所以你说啊,我用3999马一排 BMW的车给我儿子骑 约翼不错,at a hollow price,at a high price 好,咱俩就直接看 课本的66页 准备咯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这一课 这一页的关键字都是哪一个字 还有一个字 痾,对,不要忘记 因为你的病啊,你的病状,病症 记得叫很痾 什么样的症状 所以呢,记得这些都要有个痾 好,那就准备 好,66人听力了 6768,你要自己把它看一下我们不能写的 我等一下就马上改 listen and match A What's wrong with Lillian A Her head hurts 她讲A哦 What's wrong with Lillian Her head hurts B Oh I have a terrible stomachache Here is your medicine Thanks Oh I have a terrible stomachache Here is your medicine Thanks C Is John okay? Is John okay? He has a sore throat So we can't talk Is John okay? No He has a sore throat So we can't talk D Why are you taking the medicine? Because I have a fever Why are you taking the medicine? Because I have a fever Why are you taking the medicine? Because I have a fever 第一題,關鍵字在哪一個字? Hat Hurt,沒錯啦 再來下面,所以這是第一題 ABC珠,所以第一題是Hat 第二題是Stomach Ach 第三題是Sore Throat 第二,第四題是Fever 所以答案是AZ珠B 還沒有喔,不要忙喔 再來就改67頁 67頁還是要提醒你喔 這種動詞加NG的叫做什麼詞? 動名詞 動名詞是動詞還是名詞? 名詞 所以記得加了NG之後 它再也不是動詞了 那它可以放在第一個字 當成一件事來看 也可以放在某些動詞的後面 因為它規定它一定要加 所以我就直接讓它唸給你題 快速看一下它有沒有寫錯的 幫它把答案寫上去 2. Listening to music is wonderful 3. Making toys is interesting 4. Having a sore throat is terrible 5. Working late at night is bad for you 所以你絕對不可以講work or play at night 因為你就犯了英文的什麼錯? 爽逼 對,因為真正的動詞在那個意思 所以前面就不可以再是動詞 好,可以了喔 再來直接改隔壁 那這種呢,你都要記住喔 這裡我有教你們 那時候有教你們寫個東西 It is ADJ OK Fore什麼人 去什麼事 不過這個先決條件呢 是因為這個形容詞必須是非人稱 如果今天是品性 就是那個什麼kind的啦 nice啦 那一種的啦 那你要用off一個人 他如果沒寫 麻煩你幫他寫上去 如果他是品性使用詞 就不能負什麼人囉 他要off一個人 好了嗎?幫他寫 好,那我們就直接往下看 第二題 2. It is nice to take a rest under the tree 3. It is important to wash your hands before meals 4. It is special to join a campfire party 好,到這邊 好,到這邊